早上好 妈妈 昨晚睡得好吗 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好 那就快吃吧 好 好吃吗 小琪 很好吃 爸爸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我也是 地角瘦门 少演了猫子戏法 真是个美梦啊 但是听妈妈说 她做了一个超级恐怖的梦呢 我家也是 我家也是 没关系的 就是个梦嘛 开心才是硬道理嘛 对了 小琪 昨天晚上的梦很棒呢 小琪你 你有什么事吗 我在想 如果我们能成为朋友就好了 不可能 我不需要 再见 多长时间 2.5秒 差一点就只有两秒了呢 别这么说了 她好像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呢 你们放弃吧 你这个家伙说什么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试试 也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说些傻话 能让开吗 真碍事 你 还有 把你的脏手拿开 听见没有 你这个家伙 你这个家伙说笑声吗 这么傲慢 瞧 我这不是放开你了吗 哇 身上带着的是什么呀 真是脏啊 给我站住 闪开闪开闪开 抓住她 你站住我 站住 都住手 我去教老师 我 我也去 好吧 我去上个放后厕所 待会儿再去 这傢伙 自落不动 看你往哪儿跑 你的跟着我不做吗 喂 别捣乱哪 滚开啊 呦 疼疼疼疼 疼疼疼 就想被岩石打住了 疼疼疼 疼疼 疲疼疼疼疼 走滚开 擦 搞瓦 哦 好舒服 都给我住手 哇 宋白老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是的 本来做噩梦就够让人烦了 小琪呢 不见了 有什么站到手上了 不会说对不起就算了 你连谢谢也不会说吗 对谁说 你小心说 没想到竟然被那种笨蛋救了 真是憋屈 对不起